佛法之口贵在放下 甚至连经教都要放下 金刚经上说得清楚 法上应时 何快非法 金刚经上说的法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 法不是真的 但是经里头有真的 你要认识 佛讲经说法里头的真实 真东西 文字 言语是假的 名词 名相也是假的 我们的心里怎么想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回事 这也是假的 所以马明菩萨教到我们 我们听经 我们看经 看经不执着文字响 不执着文字响 也不执着自己起心动念 你就能够看到佛的真实意 开经经 开经经上所说的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你就能看到啊 听经也如是 不执着文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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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没有关系 多说少说 深说情说都没关系 你可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分别 老老实实听 听懂了很好 听不懂没关系 再听 反正佛的千经万论 就是说这一桩事情 这一桩就是本性 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 就是易如 就是如如 那佛在这一桩事情 说出几十种迷想 佛为什么这么说法 这是佛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 告诉我们 不要指着名字 名字怎么说都可以 只要说的是这种事情 就对了 不要指着名字 名字 信恐 一定要知道 他里头的真实意 这个要紧 所以 言书 名字 你要是指着 就变成人了 你要是分别 你逼他扰乱 你心定不下来 这个东西要细处 就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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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你 我 你 你